食药署通过6到11岁儿童施打莫德纳疫苗 最快5月2号可以开放儿童来施打半剂量的莫德纳 但是偏远地区儿童家长就很担心了 小孩施打的时候呢 他们要上班 没有办法照顾到施打疫苗后的孩子身体状况 会可能造成延误就义的情形 他们觉得很两难 儿童开放施打半剂量的莫德纳疫苗 对于许多部落多数孩童家长不在身边 疫情严峻的当下 是否让孩子打疫苗 家长就相当担心孩子打完疫苗之后 无法及时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 而造成了延误就义 教育部已经将我们这个血统 6到11岁的孩子 打疫苗的注意事项 已经公文到发联县教育处 所以教育处也会发这个所谓的 同意书跟说明书给我们的家长 希望能够让家长这个思考 对于有些家庭为单亲 隔代教养 和同在施打莫德纳疫苗 加强抗原 一旦身体产生副作用或反应 家长就希望企业能够给予防疫假 来照顾孩子打疫苗 政府也没有给一个很通顺的做法 小朋友待在家 又是跟老人家在一起的话 老人家对小朋友跟症状 后面的症状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那如果请假去照顾小朋友 那公司或者是 就服务当机关会不会有 有特别的 防疫假就对 对 让孩子施打莫德纳疫苗 家长大部分都抱持着光旺的态度 而家长期待BNT 为福部则表示 这周就会签约 其中也包含了儿童疫苗 但是数量和时间 必须还要再等待 记者凌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